就唯一的一点好处是在前期两边的打野强度都不够高 所以此刻可以确保自己的发育是安全的 对 但是其实还是比较看塞拉斯前期的一个发挥吧 因为IG他这个阵容还是就是说打到后期会更强一点 这个最后此刻就有鼓的确实没想到 这边游戏应该已经好了 这把对面对的是一个塞拉斯 塞拉斯这一把选择的是电形 赞拉斯今天我们分别出现过余震啊不灭啊 这边中单选择的是带一个电形 比较平伤害了 打伤害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高妹带的是征服者 下路得来文是强攻 下这里是带的一个知名节奏 给大家一些加油的时间 一级的时候死哥技能cd比较短 可以稍微蹭一下血线 对 但也就是双方打个照面 没有什么后续 干嘛两回事 这种就是统修为刷伤害 刷伤害 那你说实话一级Q技能能有多少伤害 那有几时是几时啊 有比没有好 对啊 聊省一无嘛 对 哎 好像出草了吗 他在这边动来动去 我刚才好像就 好像有点出来的感觉 不过还好啦 这边没有蓝色方的眼位 所以说出草也影响不大 就平时我们自己玩的时候 我就很忌讳 大家在堆人的时候 你在那里左扭扭右扭扭 然后一出来 对 失败了 这一波直接过来要打一个一级 想要抢这个红buff 这你为什么不接啊 回头接啊 有泰坦啊 对啊 过来抬 点燃挂上 但是自己的血量变藏了 造出一个治疗处 但是猪妹这一波死了啊 好伤啊 没有这边 卡尔端然是交了一个城 但是 闪现之后德莱文有办法补伤害 对 他这个城是没拿下这个红buff 德莱文拿下了这个红buff 同时又收掉了一个双杀 不是他这个自己没拿下这个红buff啊 他因为刚才血量已经超级低了 然后猪妹已经走了嘛 猪妹已经走了 对啊 所以这一波死歌是最伤的 而且刚才进去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说 这你为什么要来打一级团 你打得过吗 就 就感觉一般如果说一级团这么打的话 他是有一个百分之百的一个把握 而且第一时间京东就后撤了 我没太搞懂 你给德莱文创造空间就好了 最大的赢家 还是这个德莱文 带着红buff两个人头上线 而且很舒服啊 而且死哥自己惩戒交流的情况下 没有到二 猪妹现在身上带着一个惩戒 要去找你麻烦了好像 对 这个 就可以理解他刚才交惩 是为了提自己的血量 但 死哥 去晚了一步 这波早点来的话 一个惩戒拿下这个篮 这个死哥就 彻底没法玩了 是 这样还好 就双双打也都喘息了一波 因为两边打也开局都 没有拿到自己的buff 应该说是 呃 猪妹没有拿到 但是也延缓了死哥的节奏 就是你没拿我没拿嘛 嗯 但这波猪妹啊 如果我是猪妹 我一定是第一时间入行到蓝buff野区 嗯 就是你如果没打我就帮你打了 对吧 对 如果你如果你再打我有惩戒 你没惩戒 因为死哥刚才是交 当着所有人的面交了惩戒 是 而且两边都一级 下路得来文 他拿了红buff 可以推线又可以 快速赶过来支援 你们不用考虑 IG下路能来支援的 因为下路他们一定会被压在塔下 对 反而现在死哥占据了一定的主动 看到了 这波的话 没闪 没闪 所以说问题不大 这波猪妹是很 这一下倒是 他不清楚这一点 他不敢 而且因为塞拉斯来了 哎呀好伤啊 我感觉一个很优的开局 就本来我觉得这个死哥已经没法玩了 但是一波运营之后 现在是猪妹没法玩了 是 获得了一个很少见的零buff开局 对 但是自己的红给了ADC 自己的蓝给了对面打野 这种开局 太伤了 而且现在本来其实野怪这个经验 对于打野的等级提升就 比较的难 我们勾到了 你做要上了 还好是个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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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力 好 大家不要 我们也卡了 好了 好了 下路的话 红色方已经意识到了下路一直在压线 赶紧过来给点压力 但是这个眼位差的没有办法 对 他刚才那个眼位差的很深 所以你一过来就能看到 中路打不过 阿卡利在中路已经很难受了 对 前期的话 塞拉斯不管说是推线能力 还是伤害面上都会够高一点 车没有补到呀 这个中路已经被压得很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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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压了十刀 嗯 十刀里面还有两三刀车吧大概 86是大招 这没办法 阿卡了一个大招 后面泰坦做一个掩护 泰坦没有 现在之所以 之所以她不能如此肆无忌惮的原因 就是因为知道猪妹已经废了 猪妹在中间期不要指望她能干任何的事 游蓝文下路现在双招马上就要转好了 但是埃及的下路很稳得住 知道自己跟你拼的话 是没有什么优势的 是 土刀也没有被德莱文前进的优势所影响 是的 而且现在 京东的下路双人组是还没有冻杀星的 出了红尘以后直接过来要打这条土龙 这个算是一个偷龙的行为了 对 而死哥这个位置是在上半野区的 还没有察觉到 德莱文过来帮打下 应该是可以打掉的 偷掉了 嗯 因为下路是家回家了嘛 对 所以他们这段时间反正也没事干 土龙还是比较关键的 先把土龙拿下来 这边等级落后还是比较平显 是的 四级 德莱文回家 报复大剑 这样的话他就可以更加有进攻性了 嗯 但是如果说来到霞落六级的话 其实不是那么好击杀的 哎呦 哎呦 被溢到了 而且身上还有阿卡丽的大招 阿卡丽选择了回拼 塞拉斯没有拦了 吃一个死哥的大招 配合一个Q加平A 死在了他上 阿卡丽用大招躲的情况之下 是中了塞拉斯的Q技能 Q技能的那一下炸 把他炸死了 对 然后再配合死哥的大招 都有人头是死哥收的嘛 是 所以那一下Q是补了很大的伤害 对 哎呦 这一把感觉死哥相对于第一把的死哥 一个天一个地啊 这把死哥太舒服了 对 就是死哥的这个大招 能不能拿到人头的问题 看一下 他首先等级就有一个落后 对吧 六级打七级 嗯 他是觉得 他是觉得你没拦了 你没拦了 但是吃了个死哥大招 然后Q 然后被死哥的大招给炸死了 对 他那个Q技能不吃应该死不掉 对 应该死不掉 因为一级死哥嘛 对 不是一级死哥 一级死哥没有大招 一级死哥没有大招 哈哈哈 他身上刚才也只有一本剪碎地书 对 那一下应该是 都不好说啊 但是我觉得那一下Q吃完就是属于一个必死局了 对 这把心报仇了呀 第一把的那种怨恨 撒了出来 而且补刀被压得太厉害了 嗯 下路没有办法持续地打开局面 对 下路相对较为灵活 稳住了 他现在也很烦 就是他现在要把视野往初步 嗯 确定你这个位置这个范围没有对方的人 对方的打野的话 他就可以找机会去拼了 对 而且他现在不光是担心死哥来 他现在担心的是死哥跟塞拉斯一起来 对 下路补刀还是很稳 但是你看侠很稳 嗯 只被压了一点点补刀 这波线推进去可能又四五刀 吃回来一点 又在打架 拉到了不敢上了就去 打得不错啊 这边推线也有了一定的优势 而且猪妹现在是一个完全隐身的状态 对 想上 比双眼没有拉到 小走位扭掉 后面的话 直接闪现过去 刀妹一个大招 你看到 丢到 然后后续挂一个点燃 猪妹感到是 这一波 爱记的钟也没有想到啊 对面是四人之力 来打了一波小规模的团战 挺快的 是卖掉了一个阿卡利 但是其他人都有一些收获 我们来看一下精彩回放 这里 子哥过来还在操 往回走 李庄刃封了一下走位 然后等待阿卡利来到正面 他是一个闪现R 对 闪现R 爱坦在这个 这个里面的角局能力是有的 团战里面 嗯 这一波打完 小转吧 对于 精通gaming来说小转 是 是 是用阿卡利的一个人头 换掉了IG的钟也 嗯 你想想看刚才那一波 如果子哥是有大的话 那又是一个二换啊 对 子哥已经慢慢成长起来了 而且他这把出了个猎人料题 就是要保证自己在能保证 不断刷野的情况之下 对线上有一定的压制力 嗯 他这场 比前面都过得舒服的多 得益于前期 一波运营吧 就是 对面的打野水平 这边中路又拼了起来 他带电竞就是要这样打嘛 对 一套一套 上来给你拼一波 对把你的血线压低 而且自己还有回复 就是最烦的 是的 阿卡利其实也有一定的回复了 但是 哎 上路 前面子哥过来抓 能不能换掉拆一下 砍掉了 漂亮 倩博这边是没有开大招的 还有大吗 有的 为什么不开啊 这 我不是 不是他 我不懂 子飞鱼 好吧 我不懂 他可能觉得死不了了 这边被当面硬换掉了 这把对面 倩博对线 他也只能先出三项了 嗯 因为最近我发现那种刀妹的打法 有一种很厉害的主张 出了那种智慧默认 哇 好猛 智慧默认再出三项 成型特别快 而且伤害有 对 残犬之后 他智慧默认提供了 特效100%的回复 也是很厉害的 这边路 然后又抬起来 德莱文挂了一个点燃 同时配合死哥一个大招 这边 苗表躲掉这个大招 有点疼死的味道 不过还好有个治疗 反正要打 霞一个漫天飞雨 拉了出来 这边德莱文的伤害 跟不上了 直接一个到次的 拉死了这边的德莱文 而且霞最后的一个 才被刀妹所击杀 而刀妹自己中 也是交代在了这里 只剩下一个泰坦在塔下 这波线的话 还在赶过来 那泰坦这波要回城了 哎呦 这个下路的塔可能要掉 刚才这波 艾滋的辅助Fate打得好 第一个W是抬起了德莱文 第二个W是抬起了刀妹 而且最气的是 刚才的混蛋当中 德莱文没有收获一个人头 对 他已经攒了12分钟的被动 没有能够把它变现 而且其实刚才德莱文 他的那个位置就是霞 他开启大招之后 那个位置他站得就是很贪 对 踩一下 往后拉 苗苗虽然说躲了一波死哥大招 然后治疗回了一口 但是这个位置霞拉的大招 太难受了 没办法 没地方去了 直接过来一个倒钢 杀死了 虽然说刀妹完成了这个人头的收割 但是他又被抬了起来 他自己就跑不掉了 死哥这个时候山山来迟 只能在远端 他已经用大招给到了支援 下路太惨 开了一个金身斗子 我也是 把自己剑膜的闪现给骗出来了 还没拿到人头 猪皮过来接个大招 剑膜距离是没有大的 并且没有闪现 这边剑膜也要招待 把人头让给德莱文 哦 总算是吃到了一颗人头 对 两颗人头 两颗人头 他应该说死队也是太惨的吧 然后傻虎先锋在刚才 刚才的一段时间内 已经被珠妹拿掉 然后直接放下路 十三分半 出塔提 那还可以 两边其实 打到这个时间点 都有点乱了 对 没有那么严谨了 但其实这也就是因为他们年轻 打了更加的有血性一点 双人线换到中路 因为赛拉兹刚才是用自己的TP 来保持住下路的防御塔 不过刀位在上路拿到了优势 让他第一时间推掉了迪卡 对 剑膜刚才下班的是阵王太伤了 这里的回放 这里 看到了紫哥在偷红 这一波的入侵呢 是比较的拼 拿到了红buff 但是自己有点难跑了 德莱文的位置 隔着墙衣服投 一个E 这个人都让阿卡丽输掉 是墨的 是墨的 墨加上剑膜 两个人投 后面的话 剑膜想要跟队友一起反打 然后德莱文隔着墙这个位置 并不是很好输出 泰坦只能招一个金身 招一个秒秒等死 德莱文隔着墙一直在A 他没有停下来过 A他离他最近的那个人 对 他没有办法A到 最远就是最前面威胁到泰坦的那个人 是的 下路的话 这边 洛霞 洛这边先是给到一定的压力 因为德莱文现在还没有在线上 死哥还来 死哥这个时候要保侠洛了 因为侠洛这里有一定的先手能力 对 而且死哥现在 其实装备发育的挺好的 是的 他的这个刷野数量遥遥领先了 刀妹 小双穿啊 这小双穿很舒服 然后京东Gaming这里 优势的路就是刀妹这条线 对 而且阿卡丽等你起来以后 也会增加舒服 这边又打起来了 死哥 这个时候被定住 一直被动给让 直接被杀 后续抬起来 赛拉斯赶到了正面战场 但是由于人太多 赛斯也只能后退 剑魔开启大招进场 德莱文在这里 有没有一起呢 然后被拉了回去 德莱文要阵亡了 而且后续的追击 我们看到猪妹这里也在前难潮 上面有剑魔 后面有赛拉斯 但在这个时间点 京东众人全部阵亡的情况下 刀妹在上路 也只能就是磨一下上塔的塔坯 没办法 刀妹现在 塔血量 刀妹现在参团不厉害 他得等到有一天血手之后才厉害 所以IG利用这段时间 连续发动几波进攻 都取得到了不错的收益 此刻这个英雄打起来 好就是不怕死 死了合适的位置 放点技能 闪现勾加上一个大招 大招放得稍微有点急 杀了之后 洛直接开大过来 魅惑我抬起两人 赛拉斯赶到战场 但剑魔的位置太好了 对 剑魔这波W的封路 把德莱文拉回来 后续批极斧子 直接带走这个德莱文的人头 然后小韩这个位置 四人赶猪走 一堆人面前 朱美 基本上没坦度好吧 没坦度 这一场朱美其实已经很惨了 对 他在第一轮一个wap没拿到 导致他中前其实没有任何作为 蝴蝶效应吧 抛了一个泰坦的大 这样就可以开始完了 而且刚才其实有一点没说 就是金钟这里 几个人的大招 这赛拉斯抛的都很爽 是 带拉斯 这个埃及拿穿这个英雄 不光说是在线上打得好 团战也打得好 过来想开 直接给大招 我现在给一个泰坦的大 继续 一层拉过去 就像还可能要被鸟了 死哥 人头给死哥 感觉 这把金钟给命已经很难打了 因为他最仰仗的 德莱文的这个点 前妻拿了人头之后去演其西虎 而朱妹这个点的话 从头到尾就没有舒服过 没优势过 刀妹现在根本就等不到他的血手了 还可能下一波必须要去参与团战 对 因为苗表已经出了 对 这个苗表出了就是要打团的 已经来了 大家放空 哎呦 花式逃生啊 花式逃生 但是在塔下泰坦勾到 也没有什么后续了 这一波朱妹的代表也浪费掉了 开团的时间点又要往后移 德莱文空有一身好武艺 奈何无处使啊 对 刀妹这个位置在做蹲服 但是 线膜从后面绕了过来 只能走了 因为中路线没了 还想追 W 很急剑 但是又被抬起来 这边要反打刀 不反打的话就没用了 哎 两个人过来 今天把下退的对面三个人 德莱文远程一个大招的支援 刀妹和剑魔皇城PK 递出了剑魔的一个大招 但是后续队友来的比较晚 刀妹很能忍啊 他这个苗表很好了 拖延了这一波 并且大招还在身上 反观剑魔的大招没有了 而且死哥的大招还有三分之一 这可以说是一个京东Gaming 可以找机会开场的点了 对 还可以利用 艾姐这波没有技能 对于京东来说 感觉往后 还是要看刀妹跟阿卡利 这两个人的发挥 德莱文的话 他其实越往后期给到的威胁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这其实京东的这个阵容 他现在烈士是承认是有的 但是他们其实开团 还是仗着有前面有猪妹 然后有泰坦的这种角局作用 还是有可以打一打的 是的 就是要提防一下洛的这个大招还有W 说实话 德莱文在下路最拼当中 如果你的装备不领先了 你就已经很难受了 对 现在这个德莱文 已经没有办法和泰坦去强制的 打一些这种硬开团了 感觉德莱文这个 他现在的作用就是在团战里面 在后面去补一补伤害 对 他现在冲不进去的 对面像洛啊 像塞拉斯啊 都能够很好的限制 德莱文的输出环境 现在整体的经济 虽然说埃及领先的只有2000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埃及的阵容是越来越值钱的 反观京东Gaming的阵容 是越来越走下坡路的 毕竟洛霞 还有建模 后续的这个团战作用 很难受 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20分钟 虾是两件套 然后德莱文也是两件套 不过这两件套 比较值钱就是了 对 银血剑加上一个无忌之刃 无忌 双方要去 上面想开 一勾小组被扭开 很漂亮 两边还是这个时候 得先抢一下大王附近的视野 其实这一波被勾到了 我感觉 京东Gaming也打不过 今天先要打朱妹 看一下朱妹的系统怎么放 一直能打空 反向的大招 有没有 被抬起来 朱妹可能要被秒了呀 阿卡丽这波进场 后续一个泰坦 勾到了一个死哥 配合德莱文一个大招 让阿卡丽拿到了这个人铜 是的 但是死哥还有大没放的呀 放一个大招 看一下伤害 没有能够致死 但是塞拉斯又是练到了 没有W没有Q Q技能最极限的距离 打死了他 正面残血硬杀掉了 最后的德莱文 打出了一个Ace 京东人没了 但是这个龙也打不了 打不了 这大龙好猛 这大龙是京东给命养的 怒气值Max 但是这个时候还是选择打 因为有队友TP过来 所以刚才我就说嘛 基本上这一把已经 比较凉了 因为阵容的原因 现在朱妹这个时候再赶过来 已经来不及了 虽然说 虽然对面没打野 对吧 但是有很 有倒勾在 其实也可以作为一个 稍微作为一个 斩杀的效果吧 对 大龙buff拿下来 而且这个大龙buff 还是在死哥复活之后 也就是说现在 IG的五人都有大龙buff 死哥马上要做出自己的帽子 帽子了 黑暗收割现在的层数 应该也是有个七八层的样子 现在死哥的这个装备 就是逼着京东每一个人 都去做一个描表 但问题就是前面 已经有人把描表用坏了 其实打死哥你不能寄托于描表 你看他们每个人 几乎都有个小魔抗 魔抗 一定要用魔抗 阿塔利的话 他倒是可以做一个精神 阿塔利有那个水晶鞋嘛 正面战场 现在京东跟面已经很难打了 死哥现在一早第一局的颓势 他现在是可以冲在前面打的 现在京东跟面 是没有人想去开这个死哥的 甚至死哥他可以去死 他在 什么叫可以去死 他必须去死 就是他去死 来了 来了 要死了 这死的不是他 也没死 这波技能多还是能跑的 这边过来 要把这个蓝muff抽中当中 珠美过来想要干扰 又是珠美被泰坦流出了 回旋标大招没有打到人 这波落魅惑三人 反正他回到队友身边 珠美已然被秒 紧随其后的是泰坦的阵防 甚至都没有用到死哥的大招 对面就已经打出了一个零换三 现在仅剩刀妹和阿卡丽 正面的战场 基督给面已经很难拖延了 车上一个人扭转不了这个局势 扭转不了的 现在正面的二塔被迫 放出一个南瓜头的图标 正面复活的时间还比较的快 应该不至于一波 但是这路的到底没了 下路 对 下路剑摩托在线 这一波死哥回家要补帽子了 这波回家肯定有帽子 帽子有了 下路也是补出了相应的装备 霞回家又摸出力把暴风大剑 而骑士之士也在路上了 看一下这波的静态回放 找死哥的麻烦 死哥是很乐意的 但问题是周围都是队友 虽然W没有抬正 但是后续主流箱等于说 把自己的大招已经放了 而且赶来的队友被落在了一个不好的位置 朱妹这边不想让死哥拿这个蓝buff 对 但是被留住了 这波落的后续跟进的也非常的好 开了个大招 抬起了泰坦 后续最后一段又是备祸到了德莱文 太漂亮了 这真的是没任何的办法 回家补完装备以后 继续往下路推进 大蓝buff还有一半以上的时间 是 正面挡不住了 死哥的大招还有四分之一左右赚好 有大招之后 正面这波团 埃及是不可能打输的 直接上去 先躲开那比翼双刃 下路阿尔塔放弃防守 直接退守高地 阿卡丽也是回家 更新了一块秒表 这可能是吉诺给你最后的希望 这波团战 虽然胜的概率可能不到10%吧 是 但还是要输死一波 勾 勾到了这边的一个赛拉斯 直接秒表规避伤害 简坡拍起了自己的大招 而且后面卡尔还没有阵王 用神仙躲开阿卡丽 最后致命伤 但是阵王之后 马上隐藏起了最终的死亡之举 打出了一波triple kill 这波打完之后 随着这波S 也是意味着 所以我们的Ig能够在这个PU3里面取得胜利了 说实话还是这种解说的比较爽快 你可以完全表达自己的想法 在说什么 是这样的 是 不明正说不到10%的概率 恭喜Ig 恭喜Ig 2比1战胜了 而且你看此哥 而且你看此哥上去的这个位置 你知道你 你很诱惑 你只能杀他 你杀了他也没什么用 Ig让一追二 完成了对京东Gaming的反超 但是不得不说 两支年轻的队伍 都让我们眼前一亮 我们应该把掌声送给两边的选手 漂亮 一场精彩的BO3 这个BO3 两边的战队都表现出一种敢打敢拼的那种 年轻的那种精神 没错 解说也表现出了敢说的一种精神 但是可能 就从比赛中还是看到欠缺的一点 就是说对于整个比赛运营的一些东西 还是缺乏一些这方面的经验 因为可能第二场比赛更加的明显 就本身的优势是在京东这边的 但是他们一波龙团的失误葬送了 然后第三场比赛呢 你会发现楚流香这名选手 前面两场比赛 他确实在单线作战上面能力非常强 但是在第三场他其实没有那么大优势 有点急了 然后最后那一波 你会发现他主动在自己家野区 去守那个蓝buff那一波 导致自己的大招放了 他那一波其实你说的是打猪妹吧 就是最后一波 我猪妹去找之前 他已经大招没了 他其实过去想找死哥的麻烦 结果去找死哥麻烦的时候呢 突然发现我好像 我好像能杀他 但我杀了他我好像没什么意义 算了算了我先走吧 而且周围都是人 对 然后他走了之后 因为他那一波没大招 然后必须得回城 回城之后呢 然后猪妹就从旁边过来 后面搁了个赛拉斯 是的 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 我们MVP会给到洛吧 我也觉得 洛或者说是死哥 这两个点有可能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如果说给洛的话 原因是因为他的几波 开团都非常的关键 都是一个节点 对 洛打得好 对 他在一开始对线 得来文双杀回家啊 这样还带红buff 然后下路他们一直抗住 顶住的压力 没有让这一条口子被撕到更大 然后呢 落在几波团战里面 他的技能施放 漂亮 真的漂亮 看着MVP到底给到谁吧 对 来了 来了 给到了死哥 你看说嘛 不是死哥就是落 死哥这一把的话 他也是拿到了很多的优势 对 因为在VP的时候 他最后一选选出死哥 当时可能我们还会质疑 就为什么 因为前面我们看到他那一场比赛 死哥的发育 是有点东西 但是也不得不说的是他们的开局 对 在开局以为他们已经很崩潜之下呢 他是率先到达了三级 对 然后他又入身上对面的蓝buff 限制了朱妹的发育 在野区 就我觉得你开场说的那点特别重要 就是因为他野区面对的是一个朱妹 他在刷野的野区里是没有任何压力的 对 这一点特别重要 本场比赛的话 最后时间也是24 不到25分钟 非常的快 其实我想来就觉得 现在你会发现很多比赛 他开局的一些走向就是很大很大概率会影响后续 就不像说去年去年上半年的那个版本 就是上路都是什么 拖到后期 对上路都是那种什么 大树 大树是去年年初我都忘了 奥恩 双恩 奥恩赛恩那个版本 就是有很多机会可以让你去拖 容忽率非常的低 是的 但是现在不是 尤其是当你给到那些双恩拖到后期的时候 你前排就是谁都打不死谁 对 都是要看两边那种大C 然后在后期的一些走位啊什么的 所以就会打得很拖凤 但是现在都是什么赛拉斯啊 刀妹 妖姬刀妹 阿卡丽这种东西 不给机会的就是一旦拿到人头拿到优势会滚起来的 是的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这场比赛 两边年轻的小伙子们给我们奉献了一场精彩的BO3 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年轻人的潜力 是 打得好 希望这些选手能够在以后的职业道路上 能够有越来越好的发挥 对 当然了我们还是要恭喜IG成功的进入到了下一轮的较量 他们将会在明天的半球赛当中迎战 我们的BLG 对 那这样一来的话对BLG来说 可能看了今天的比赛也要捏一把汗 怎么这么凶啊 年轻人真是不可估量 而且我觉得他们这样的打法 刚好克制BLG那种偏稳的运营 对 就一个偏冲然后一个偏拖 是的 那这样的话我们欣赏完精彩的比赛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主舞台带来的采访版画面交给主持人 哈喽欢迎来到赛后采访环节 我们身边的这位就是来自IG的小乐岩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IG的小乐岩 好 那么这一局比赛打得真的是非常胶着很激烈 但是最终呢你们取得了胜利 现在心情怎么样 我现在心情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 第二局的时候其实你们前期一直是烈士吧 那当时你使用到的是卡密尔 那么使用到这个英雄 你当时是做了哪些事情帮助团队拿到一些优势呢 就是其实我前面还是挺伤的 但是对面都把召唤师技能给招了 就运气好就抓到第一波能了 然后后面就能一直抓到了 嗯 其实第二局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惊险 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那今天一共三局比赛 你两局都是拿到了死哥这样一个英雄 对于死哥的打野 你觉得他的特性是什么 有没有什么死哥打野的一些技巧啊 可以教给大家 死哥打野 就是刷就完事了 刷就完事了 咱们到了后期 咱们就是老大 好那其实有很多粉丝们都觉得 你们跟IG一队的风格很像 包括今天也是人头一直在爆发 就觉得你们的风格其实特别猛的 那你觉得你们的风格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风格嘛 就也就不是特别猛吧 就感觉没什么风格就挺正常的 没什么风格咱们赢了就好 好那其实今年了解到你也是16岁了 那这么早的走上了咱们电子竞技职业选手的道路 你觉得自己得到了什么 又遇到了什么阻碍呢 得到的话就日子变好了嘛 之前就是没打职业之前日子还是挺苦的嘛 日子挺苦的 那有没有什么阻碍呢 阻碍的话就是我刚打职业的时候 然后我家里不是是我打职业的 后来就自己坚持自己要打就打到现在了 坚持自己打出成绩之后 相信家人也会非常支持你的 好那么接下来要将对战到的是我们的比尔记 也希望我们的IG可以继续加油 那么今天的赛后采访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稍后我们将会在7点半对阵到我们的是 Top和EDG两支战队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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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